没有一样 不是自作自受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 那换一句话 你求什么人帮忙呢 帮忙的人都有些 求佛菩萨帮忙 佛菩萨保佑你 佛菩萨能不能做到 如果要能做到 我们今天这些苦难 他不能给我们化解 佛菩萨大慈大悲 活在啊 那不是假的吗 那个慈悲不是空谈口号吗 谁要想的 佛菩萨帮不上忙 佛菩萨帮忙 相对的 有限的 真正做主宰是自己 我们自己肯帮自己的忙 佛菩萨忙就帮上了 他才帮得上忙 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是祝福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赞叹到基础了 他能不能帮助我们 代业往生 就是他帮助我们的 佛菩萨 都是属于 业报神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不是别人制造的 与上帝 与谁 与佛菩 通通不相看 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 设法界 一正庄严 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 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 那我们对自己要负责任 我们自己这一生的生活 是幸福 还是受苦呢 什么人都不相看 为什么呢 谁来做主宰呢 我们的义孽 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力 我们的念头不善 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要受苦 就得受难 我们的心地善良 没有意思 好悟意 那你到这个世界来是相复 没有一样 不是自作自受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 那换一句话是 你求什么人帮忙呢 帮忙的人都有些 求佛菩萨帮忙 佛菩萨保佑你 佛菩萨能不能做到 如果要能做到 我们今天这些苦难 他不能给我们化解 佛菩萨大慈大悲 活在啊 那不是假的吗 那个思维不是空谈口号吗 所以要晓得 佛菩萨帮不上忙 佛菩萨帮忙 相对的 有限的 真正做主宰是自己 我们自己肯帮自己的忙 佛菩萨帮就帮上了 他才帮得上忙 你看金宗所讲的 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 佛中之王啊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啊 这是祝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赞叹到极处了 他能不能帮助我们 那代业往生 就是他帮助我们 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念佛 真正有了功夫 他来借人的时候 佛光先照你 佛光一照啊 就把你的罪业 消除 不是消除干净 你比如说我断了一瓶烦恼 佛光一照啊 就变成断了连瓶了 你看他的忙只能帮一瓶 如果我们能把烦恼断五瓶 他一照呢 也加持五瓶啊 那你十分烦恼就断尽了 他是相对的 你有多少功夫 他能帮助你提升 你没有啊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如果你什么功夫都没有 他能帮助你 那我们这些人应该通通的度啊 不必修行了 也不必念佛了 这才叫慈悲到极处啊 你看看 还得靠自己 那释迦牟尼佛 释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加持是什么 讲经教训 真的 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 就跟在教室的老师对我们的加持 一个道理 老师教了 我们自己不认真学 什么都得不到 老师教的我们 我们听明白了 真正相信的 一叫奉行 你就得到了 老师只能做到开始 误入 是自己的事情啊 开始开启 是开发 是这个意思 试 是视线表演给你看 开 是吟教 试 是身教 老师 吟教身形 做出榜样 来给你看 老师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啊 学生呢 要悟啊 看了之后啊 要觉悟啊 悟了之后啊 要向老师学习啊 要行呢 那行你才能入进去啊 所以 悟入 学生的事情 那个老师一点也抱不上忙 所以啊 你要能够悟 你要能够入这个境界 要开始 开始侮辱 那学生怎么侮辱呢 学生有四个字 叫信节行正 这老师的 信节行 是悟 正呢 入了 行里面就入 正是圆满的入 所以 学生的悟啊 就是信 解 能信 能解 这套悟啊 悟入啊 开始悟入啊 老师的恩德了 跟父母恩德是相等的 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 养育之恩啊 老师有教语之恩啊 啊 我们对父母要孝顺 对老师要尊敬 孝亲尊私 这是大德 这是所有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 那中国几千年 对这个是非常重视 孝道跟死道 非常重视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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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